大家好,我是基书,欢迎回到朋友,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我改装的大脚板的穿越者 开个小玩笑,其实里面藏了设量媒体 那么这也是大家玩久的话会比较多接触到的一个车型和一个定位 八分钟电阅和十分之一的短卡一般都会采用相同的平台来开发 这是一个经济实惠的组合,但是如果说这样开发的车子 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它的八分之一电阅可能不够猛 它上不了很强的动力,因为它承载不了那么高的负荷 如果说它能承载那么高的负荷的话 它的某些结构的话,可能比方说像转向座 包括像百臂这里的轮座,可能就承载不了像这个十分之一车子那么小的一个尺寸 所以说像在飞神这里的话,这两个车子是拆了两个平台做的 十分之一的短卡放在了这个交斗底盘 做了一个长版的底盘去来承载它 轻一点的这个尼龙底盘 对于动力各方面需求会下降 很起来战损的概率其实也会下降 包括很硬很厚的车壳对于你的游玩有一定的帮助 然后今天的主角的话就是这个八分之一的电阅雷霆 Focus 6S FSR这个娱乐线品牌旗下来一款产品 一个这个外壳包括尾翼其实没有做重新的开往 只是说换了一个拉花 最主要的变化还是在这个材质上面做了一些细节上的修改 可以说飞神1.8平台它发布之后 相对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品牌了 但是它会有一些小细节 比如拨箱壳 蝴蝶架的材质 转向座的材质 还有一些小的细节 包括是舵机的位置 这一次算是雷霆的一个完全换完了所有的这样的小设定之后的一个V2的版本 在车壳方面的话 它两侧都是尼龙的搭扣 和旁边的尼龙边基本上是一个很贴合的状态 你扣上去的状态也是这样 掰开来这样扣上去然后去贴合 就可以了 包括它还有两个防丢的阿扣 车壳方面的话是PC车壳 然后也很小的尺寸 重量也会比较的轻 我觉得8分之1电源它主打的一个风格和特性 就是轻量化 但是作为飞神的这个系列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竞赛的定位 它更多是一个娱乐向的定位 所以说它所有的东西要尽可能做的粗壮一点的 同时 它还带有一定的韧性 让你去暴力的飞坡 玩耍 去砸 去撞的同时 尽可能的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 前后的这个铝合金的蝴蝶架呢 从原来的冲压件改成了很厚实的这个CNC的一个零件 全车的拉杆 传动轴 街杯 等等 这里所有的材质呢 升级成了这种加硬的 一个小细节 就是前后街杯的这里呢 加了一个尼龙套 采用四度率悬挂 电阅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去开发的 放在桌面上我们去 感受一下它的阻尼 还是比较不错的 它更加短的这个轴距和更轻量化的车身呢 行走起来的时候呢会更加幸运流水 不会有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 磕头部分还有之前吐槽的问题 它和这个猎豹是同一个车头 可能遇到一些尖锐的凸刺的时候呢 会划过这个尼龙件 然后顶到这个金属底盘上面 磕到金属底盘是其一 其二呢是会把车子突然卡停 卡翻掉 所以说呢我开发了护甲 前后都可以去安装 这你游玩的过程中呢 会在野外这种随机的路面上面更加顺滑一点 有的时候野外看上一片草地 中间有块石头你在远处是根本看不到的 那你如果说这样高速冲过去 被卡停的话呢可能这个底盘这里会也会缺掉一大块 但是有个不锈钢的这个护甲护上去之后呢 它可以很顺利的从这个上面去蹭过去去顶过去 增加这个尼龙件的这个耐磨的属性 但是呢它不是用来防撞的 大家可以去区分一下的功能 整体上来说可以看到动约的这个造型就是 没有一大块这个车头的保护 没有后面的防撞 它就是一个 轻量化的 然后简洁的 灵动的一个设计 如果说你喜欢前后有包裹 包括是有防护呢 我可能觉得竞速卡改起来还能看 包括是 像Atom本来就有保护 像坦克也有保护 那要看整个车子的风格了 再去做一些调整 它的唯一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它的角度呢 它是设定好的 有几个孔位可以调节的 这个车子它虽然是娱乐车它还是保持了前后都有平衡感的设定 有一些滚动的时候呢 有助于说让车身 可以一个更加低重心的姿态去做一个行驶 它前轮这里呢是双球头的结构 非常粗壮非常大的一个转向杯 前面的话是一个万象节的结构 前面的避震器大家可以看到很粗壮 上面的这个帽子呢是铝合金CNC的 包括它会有一个尼龙件的保护壳 翻滚和碰撞的时候呢 它会有起到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除了有这一个预压或者脚牙来调节这个弹簧的颈度和它的这个支撑的力度 以及是可以影响到你的这个车高的变化 车子预装的时候呢已经是挂好油的 阻尼的状态也比较不错 可以看到细节是它有一个Fashion FSR这个娱乐线的logo 下面会有一个这样像旧的胶套去保护住这个避震心 让你玩起来更加持久 特别是像电阅 整一个前面避震是裹露在外面去云积一些石头啊 一些碎石的冲击 所以说这样的设定会更好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可以加一堆护甲的话呢 我觉得会更棒 包括顶部加一堆这种更厚实的这种尼龙保护件呢 我觉得也会更好一点点 当然这个也需要结合整个车子外观和风格去调整 车架里面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很经典的这一块铝合金底盘 但是呢它的轴距更短是330的轴距 增加了三条的这种加硬的冲压的这样的一个痕迹 增加整个底盘的这个刚性 因为它的定会呢不是竞赛而是娱乐 所以说呢追求的主要是强悍这个角度 如果说是竞赛底盘可能还会追求轻量化 包括说底盘会有一定的韧性 那高速转弯的时候可能还能实现一点点扭腰的效果 让车子操控更加的灵活 动力配置方面的话也是非常经典 非常巴车的一套系统 作为一个更小更轻的车子来说已经是非常够用了 一个4274的无刷电机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150安的无刷电条 支持3S到6S两个插头 那你可以只插一个 只插一个的时候可以用3S或者4S 就没有那么暴力 可以去玩一点刷圈啊竞赛啊这种比较娱乐性的竞赛吧 在电机的旁边呢是它的中差速器 10万的油 然后通过这个加硬的街杯和狗鼓呢 传到前后两个差速器 目前大家玩下来的评价还是比较不错的 应对这个动力来说的是绰绰有余的一套系统 那么它的这个中差速器呢 可以有效的去呢 抑制一部分的这一个后轮的动力 让它在抬头的过程中呢 会有一点点把动力释放出来 这样子又可以抬头的同时呢 又不会说过于的暴躁 当然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这里的差速油的浓度 让它的这个风格去做变化 以及是说这个轮胎呢其实也不是竞赛类的这种越车轮胎 它更偏向于说全地形或娱乐 它尺寸会略大一点点 但通过性有一点点提高的同时呢 花纹是兼容公路和越野的 在越野的时候它可以去抠住这个地 在公路上的时候呢 它又可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整的面和地面去做一个接触 综合表现还是很合一的 耐用性上面也是蛮不错的 毕竟它这个轮胎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如果说你想去改的话呢 你可以把一个坦克上面的宽摆臂 大轮胎去移植到这个雷霆上面会变成一个330轴距的这种短轴特级大小车的效果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特级大小车的话 一般它都会把这个百臂压的比较低 这个机密螺丝会打进去一点点 那整个车子呢会比较低趴 然后利用这个轮胎的尺寸 稍微提高一点这个通过性 整体上来说呢 它又可以做到空中的灵活的翻滚 以及是在地面上非常 快速迅捷的这种机动动作 当然我的这个视频呢不会只去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之前看到小板也知道 我会后面去做下地的测试 甚至是不同路面的 然后包括 后期游玩体验的一些分享 甚至说是一些改装的分享 比如说我可以想象到的给大家去 换小点轮胎变成短卡 或者说换一个 更加宽的更加粗壮的轮胎 变成一个特级大脚 甚至说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花样的转变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灵活灵动的一个平台 包括是换上尺寸稍微小一点点 没有那么容易甩柄的这种 竞赛的轮胎 你可以去 玩一些这种场地 玩一些这样子 越远赛道去体验一下 其实也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 蛮好的入门的一个选项 去让你进入到 巴车 进入到更大动力的时候的一个 中间的平台 本身也比较结实 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多的改装的方向 但是还是说那句话 全系列里最好操的还是猎豹 只不过呢就是没它灵活而已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呢 去做一个选择 OK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再无注意还有更多 阿塞为完资讯 我是你们七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